生日快乐呀,波罗头 看看谁来陪你过生日了 哈喽啊,小朋友 听说气的儿子都长这么大 我们顺便过来看一眼 你们不是火影岩上的大叔吗? 没礼貌 介绍一下 这是你爷爷 这是你爷爷的师爷 这两位嘛 反正叫祖宗就没错了 他无所谓了 漩涡一族的少年 生日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我大爷和你大爷的大爷的大爷都会满足你 我怎么感觉你在骂人 对啊,我的好孙子 你看你爹想当火影的你呢 有什么梦想 当火影多没意思 我要保护祖梁娜顺利上位 然后做火影背后的男人 怎么和妈打了一个德行 话说祖梁娜是谁 就是宇智波走住的女儿 那你宇智波一走还有一 还要当火影 看老夫 你还没了吗 哥你也不想想 宇智波家都有后代 他们牵手去连个蛋都没有 我记得不是还有小刚吗 对啊,波罗头 那你觉得我们家小刚怎么样 要不要发展发展 那你说的该不会是您的孙女刚手吧 对对对 使不得使不得 这操作属实是纹身师必眼 修了我一脸 同人漫画都敢这么画 原方 我不原非 你怎么看 我觉得吧 挺刺激的 三代爷爷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 怎么双喜临门嘛 也算是圆了小自来爷的心愿 自来爷老师要是听到你们说这种火狼之事 估计会连夜从海里穿出来 和你断结尸土关系啊 大猴子说的没错 咱们家小刚人称木叶小柳爷 有什么配不上你们漩涡家的 况且你们不都讲究什么自由恋爱 说什么女大三爆金钻 那这金钻堆起来 怕是要直逼美联储啊 老爹 话说钢手阿姨到底有多大呀 看着挺年轻的呀 嗯 首先你叫他阿姨多少就有点不严谨 那感情好啊 要是我跟他在一起 那咱俩以后各论各的 我管你叫爸 你管我叫 哪路的这件事情你们家多考里考 要是成了 我给你用木盾造一个别墅 托比拉 你也表示表示 那我就用水盾把你们这个别墅变成海景房 我去老爹 他们牵手一族出手好大方啊 我都有点心动 你懂个屁 抛开年龄不谈 人家的原名叫做牵手钢手机 你知道牵手这个姓意味着什么吗 凶神扼杀的小婴阿姨 在他面前就只能算个Hello Kitty